学折纸一束动手又动脑 你好我是折纸王子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们来折一款陀螺 我用的正方形纸边长15厘米 还需要用到一张小纸做一个纸棒 首先把两脚对折 展开 另外两脚对折 展开 放到背面 把两个边对折 展开 另外两个边对折 捏住两端 把它挤压到一起 形成一个正方形 旋转一下开口朝下 下面两脚的边 可向中间的直输线 上面的脚往下折一下 展开 左右分开 第一层纸按照折痕折上去 左右两侧按照折痕往里收 上面形成一个尖角 然后翻到背面 然后翻到背面 这一面用同样的方法操作 然后上面两层纸并到一起 下面的两层纸并到一起 把这脚翻上去 后面的脚翻到上面 然后把它分开 形成这样 看其中一个脚 把其中一个脚捏起来 把捏起来的边 对齐 右侧上面 这个边 形成一个直角 然后旋转一下 下一个也一样 把这个捏起来 对齐这个边 下一个也一样 捏起来 对齐这个边 四个部分都一样 形成这样 接下来翻到背面 沿着这个斜线 把这个脚往里折 塞进这个指缝里面 这个沿着斜线往里折 塞进指缝里面 剩下的部分都一样 剩下的部分都一样 这样这个主体的部分完成了 接下来 找一张小纸 这纸的长宽随意 把它卷成一个纸棒 然后把这个纸棒插进这个里面 这里稍微松开一点 把中间这里稍微撑开 把这纸棒插进去 不等一下 这样一款陀螺就完成了